好了 大家看是否能看到PPT 是否能听到我的声音 OK 按一下E 给个反馈 谢谢大家 看看啊 一切是否正常 好 没有问题啊 又变音了 变音咱们先变一会儿啊 快速复习完之后一会儿回来就好了啊 来 看第一组词 第一组词啊 第一个skeptical 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 叫做 啊 怀疑 看这五个项目的项目都是啊 session 啊 会议 两会的会啊 会议啊 pave the way for pave the way for 叫做铺路 啊 trauma 创伤 laxie 表示遗产啊 遗产 现在回来正常了吗 正常了吗 现在正常啊 这个这个 这个两天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客户端的原因啊 第一单词啊 叫做totalitarian啊 集权主义者这个tarian要知道是表示啊 什么什么主义者啊 refuse 脑子里想一想谁啊 refuse 拒绝你 这叫做反驳 啊 反驳 驳斥等于我们所说的contradict啊 下一个单词啊 叫做unveil 啊unveil 表示的意思叫做veil 看一个叫做面纱除去面纱揭露露出来 subdued 叫做抑制 episode 表示的意思叫做插曲 compassionate 表示热情看能不能讲理他的同一词啊 我们所说等于谁 等于 commiseration啊 同情同情的是吝啬鬼 commiseration啊 sage 那这里想想谁sagacious sagacious 表示的意思叫做睿智的 睿智 睿智的啊 下一个词 emancipator啊 把抓住的手放开 把抓住手放开 这里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 解放释放 对吧 解放释放 下一个单词 magnitude 表示的意思叫做大小重要性 proximity啊 proximity 表示的意思叫做临近接近啊 临近接近 看看能不能想像他同一词啊 reactify 脑子里想谁 他的前半截来自于谁啊correct这个单词 叫做什么叫做纠正改正 disparage 来自于par这个词跟前不公平对待 叫做贬低啊 贬低贬损 咱们讲过诽谤 有谁要想dilify 还有谁要 slander 就是口头上的诽谤 另外还有就是lible slander lible 啊 叫做这个 诽谤诽谤 都是诽谤 还有columniate conform 大家形式都一样啊 叫做一致遵守一致 另外还有个词叫什么叫comply with conform to comply with implicit 叫做暗示啊 下一个词叫做explicit 啊 一个叫做暗示 一个是解释 啊 指率的 下一个词告表示的意思叫做倒吸气 啊 好 这边 第一个啊 谈笑风生的两个清风拂面 叫闲聊 lage l 加一个边 表示的意思叫窗台币架啊 触发引发 别忘了几个数字pe啊 像spell 拼写 第二意思叫做引发引起 招致都行 还有谁呢 还有我们所说的叫做 few 燃料 对待家具刺激 还有一个字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繁殖 这次也是 又表示 引发引起啊 感到很感动啊 叫煽情 下一个狂造抑郁症 这个mania 要知道 以后再看到跟mania 复合的名词 只要叫什么什么 狂 什么什么狂啊 这前后大家开始推出来啊 前后就一大眼的推出来啊 下一个fair 大道大街 subdued 啊 表示的意思是什么 你想想被抑制住的嘛 对不对 含蓄 不明显呢 被抑制住的 抑制住的啊 下一个词叫做制度化 来自institution啊 制度这个单词 制度化 下边 下一次第一个啊 群居 社交的synical 那你记得他们三个词别忘了 第一个叫什么叫 synic 权儒主义者 第二个synical形容词权儒主义的 第三个权儒主义 权儒主义 cynicism啊 I'm believing or sarcastic 不相信讽刺的啊 下一个词叫做anonymous 表示的意思叫做匿名的 好 下边啊 下一个单词啊 表示的意思叫做hub 表示啊 中心 hub 啊 中心中间啊 hub center 下一个单词叫做joen啊 无人机啊 还表示乏味的 无聊的 无趣的人啊 叫做joen 懒汉也是他啊 crave for 表示渴望的意思 想想 cry avid crave avid 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 叫做这个渴望 啊 渴望 下一个单词叫做stark 表示的意思叫光秃秃的啊 只剩下几颗星星啊 光秃秃 光秃秃 咱们还学到谁呢 第一个就是完全限于孤独 一个当中 desolate 荒凉荒芜 荒芜 荒芜 荒芜的 还有谁我们所说的叫做贫瘠 不韵啊 叫做stereo啊 stereo 刚他还记得 下边第八个叫in inevitable 叫做不可避免跟 unavoidable同一词 不可避免outstrip和surpass一样 表示的意思叫做超过 啊 超过啊 下一个词indouch 表示啊 叫做 放纵 放纵 沉溺 放纵 放纵 他呈纵容 还有什么词 我们所说的溺爱这个词 第一个叫pamper 帮保释是溺爱 还有就是cause it 啊 团团围缩中心 也是啊 一种溺爱宠爱的意思啊 好 这边下一个词啊 在like luster啊 缺乏光泽的paradigm啊 paradigm啊 他跟paragon是一样的 看看旁边啊 给你给你去指引你前行 指引你做事的 告诉你该怎么做的啊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典范范例 叫paragon和paradigm啊 典范范例 这别忘了 下一个notation 表示符号啊 同时同步的 另外一个同步还有哪个词 叫做synchronous 可能同时上课已经坚持不住了啊 这词汇课是比较多的啊 因为呃 词汇也要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 但是大家能多背 尽量多背一些啊 因为说实话 大纲要求一万三千个词啊 我带你上多少节 也背不了一万多个单词啊 你咱们有那么多课识 但是这十几节呢 咱们尽量把考过的词 大家大家都过完 同一替换 重要的补一补 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必须得要干嘛 要养成被词习惯啊 你不养成被词习惯就完了啊 肯定完了啊 叫做同时啊 叫做synchronous Aviation 航空学啊 航空航天 Prophet prophetic 这叫做之前发出声音 中间部分有声音 这叫预言啊 预言啊 预言还有谁呢 像 名词叫做prophesy 动词 名词是prophesy啊 名词啊 动词prophesy啊 下一个词perch啊 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呢 叫做啊 栖息位于高处 栖息啊 位于高处 下一个enchant的 像在下面挖勾啊 是根深蒂固 挖一个深坑的感觉 是根深蒂固 或者叫做啊 是牢固确立都行啊 decode code 是密码 这叫除去密码 叫解码 破译解码 另外还有字叫什么 叫decipher cipher 有密码更安全 cipher safer 有密码更安全的decipher 就是啊 解解码破译啊 解码破译converge 集中 blur 脑子里想谁 你想一想形容词 bleary 对不对 Blear bleary 清楚不清楚啊 这是使模糊不清 使模糊不清 下一个单词 自己有自己的域名 自己有自己的名字 autonomy 看看啊 autonomous region啊 看一看他啊 表示的意思叫做啊 自制自制圈啊 自制自制圈 所以一定要跟着老师节奏走啊 smudge smudge 和 smear 都是什么意思啊 吸烟弄脏啊 下一个词叫做低估低估 还记得吗 哎 轻描淡写的感觉 一个是overrate 是高估了 这是过高的评价 那这就是过低的评价 就是轻描淡写啊 overstate 就是夸张啊 夸张啊 好了 看看昨天这些词 大家还记得不都 昨天这些词 大家还记得吗 都还记得哈 八成啊 不能只记住五个不行啊 好 我们上厕所还是把麦克风切回我们的厂空小哥哥啊 七分钟之后准时回来 七分钟之后回来啊 哈喽 来给大家看是否能看到PPT 是否能听到我的声音 看一切是否正常 给一个反馈 谢谢 好 没问题啊 没问题 我们来开始看今天的内容啊 好 这个课程结束一半了啊 一共十一次课 又变音了 好 现在可以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现在ok了吗 ok啊 好 那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内容啊 这个课程已经结束一半了 大家还是啊 没什么事就要翻开以前的讲一看一看 没什么事就要翻开以前的笔记去看一看啊 要来回的看 知道吧 哎 一定要啊 来回的看 那这个词汇这块呢 其实就是一个重复啊 如果你能够想起来怎么去记的 那重复的次数很少就能记住他 但如果都完全想不起来 在那硬背 那这个重复的次数可能会更多一些啊 所以大家还是要加油啊 要加油啊 好 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 可是我们还有留此刻 好 我们来看下边啊 第一个单词啊 叫做 hue 啊 hue 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 叫做我们叫做 color of the gray 啊 叫做我们叫色度啊 色调啊 叫做色彩的深淺度啊 这大家都看过吧 比如说你看那试纸还什么玩儿 然后就整个什么深粉五号粉六号粉七号粉 是吧 然后大地色啊 是吧 还是还是灰灰色啊 这个知道 它表示这个叫色度色调啊 叫做 hue hue 这个单词啊 那么 这个单词呢 这个单词呢 它没有什么太多的展开啊 我们有几个行进词大家可以把它们记到一起啊 你看一看这几个词啊 hue su 啊 q ru 把这几个词放到 放到一块的记一下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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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完之后打一下 看一看 叫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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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第一个单词 书 表示刚才说的叫做色度色调的意思 对不对 色度颜色的深浅度 第二个单词呢 叫书 看来有我们的万词班的老学员 记得非常棒 非常棒 胡塞了呀 柚子皮 书这个词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上诉起诉的意思 控告起诉 我们在已经学过最简单单词 就是accus 控诉起诉 这次学过吧 就大家用谐音记 以及记法写的旁边就是思误素 是吧 你这样想一想 思误素是上诉 这你都通过胡去记 喝无胡 你这样想一想 胡光山色 眼前一片美景 胡光山色 胡色 色度色调 碧蓝的湖水 碧绿的湖水 胡色 胡光山色是色度 思误素是上诉 q这个词呢 它实际上是来自于c的一个包围结构 大家也求求核心吧 跟核心这词 它们之间都是同源关系 core的核心 它其实就是这包围在其中的 它叫什么叫暗示 暗示 我们在前两年刚刚讲了一个词 回忆一下前天讲的一个单词 叫insinuate 还记得吗 散音口散音 那个叫做缓慢的伸进去 还记得他吧 叫做insinuate q表示的意思叫做暗示 我们那个小s的 在看那个康熙来的时候 他也经常会说嘛 他说我q你一下就开始唱 同学们还有一听过生活当中 听过吧 台湾人经常夹杂一些什么英文 这样的啊 说我q你你就要给我唱 我q你你就要唱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暗示 叫做暗示 好 接下来看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什么呢 叫做 叫做入 入表什么意思 你看读音读一读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 表示的意思叫做后悔 啊 我们经常会说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肯定不会不会学这个课了 太累 太辛苦了 是吧 如果是后悔 大家把这几个词呢 放到一块啊 读一读啊 第一个啊 叫做什么呢 叫做q啊 湖光山色的色 色度色调 苏苏是上素 苏是上素 啊 下一个单词啊 叫做q 我q你 看到了吗 q你这个叫做暗示啊 把内容都放在核心里 放在心里啊 最后一个词 如果是 regrat 叫做后悔 这几个短词放到一起啊 好 看下边 下个单词叫做precipice precipice叫做悬崖啊 像我们台湾这边叫悬崖 是吧 呃 悬崖 这走到前方 这是啊 万丈深渊啊 是吧 深不见底的悬崖 这个叫做precipice 为什么它叫做悬崖呢 就是因为什么 这个cip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实际上是 是影射的 是cap这个词 是跟头有关 大家学过一个词 叫首都啊 还学过一个词叫做船长啊 这几个词我就不写了 都能都能 都熟吧 都认识吧 都是跟头有关 学过吧 cip和cap 对不对 是跟脑瓜有关啊 是吧 脑头有关 那prne表什么呢 表示前就是走到最前头 它是指这个意思啊 是指最前头啊 咱们说啊 cape of good hope 大家看有印象吗 thecape of good hope 就是我们说是好望角 为什么叫做好望角啊 海角的角 你可以看看 就是南非非非非洲最南端 走到头了 对不对 南美是最南端 是吧 最南端的这个位置 就到头了 像伸出来的脑袋一样的感觉 所以这个cap要知道 是跟头有关就是最前头 记住老师的一个解释 最前头了 再往下走 没路了 是走到大陆 非洲大陆最南端了 叫做 叫做悬崖 叫做悬崖的意思啊 好 那你看一下 它旁边这个单词啊 这是它的什么词形形容词 那提到悬崖 大家就会想到 悬崖的特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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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陡峭 挺好 哎 其实指的就是这个陡峭啊 是陡的意思 啊 叫做陡 不错 嗯 叫陡峭的啊 好 另外还有个词叫什么呢 叫做cliffe啊 cliffe这就更简单一些啊 这个也是指悬崖 cliffe一般强调下边是海的悬崖 啊 大家都学过赤壁之战 对吧 当年上中学的时候 老师讲过啊 后来高考的时候也考过 是吧 这个赤壁用哪个词 哎 就是red 前面加个红啊 千万别翻成红颜啊 跟江底没啥关系啊 是吧 叫做red cliff 就这个词 记住一般都指下边有水的 这个叫做cliffe 但下边没水的 下边是善见了 就是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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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这个下边没水 看啊 这叫什么叫precipice 路到头了啊 你这样想一下 他俩的一个小区别啊 这个有一些词典上 也会给教练一个解释啊 但他们其实可以作为同一词 一个是海下面 啊 下边就是海了 叫cliffe 下边没海的 干巴的啊 那叫做什么呢 precipice shear这个词 跟他同一词也是一个什么呢 也是一个形容词 也表示叫陡峭的 比如说我们说说shear cliff 这你就明白 说什么样的悬崖 就是陡峭的悬崖 写个短语 记一记啊 叫shear cliff啊 好 继续来看下边 下一个单字叫做attire啊 attire叫做服装 这服装 大家注意一下 一般有指强调的什么呢 强调的是盛装 那是吧 哎 比如女生啊 今天晚上学校舞会 在上上学的时候 大家去去都参加学校舞会吗 参加学校舞会吗 看一看啊 你看这身着我们所说的那种 露背的backless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那种露背的 晚礼服啊 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些盛装 这个叫attire 这个大家可以通过谐音记一记 不 抱歉 通过这个词去想一想 通过熟悉的这个词 就是累这个词 你看看 穿高跟鞋 要走几个小时的红地毯 参加几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晚会 加强很累的 穿起来很累的 这叫做着盛装 叫做attire 穿起来很累 叫做什么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 叫做盛装服装 叫做attire 你看一看 没有 no ball 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apparel apparel这个单词也表示的意思叫做服装的意思 有一个服装品牌叫做AA 大家听过吗 American Apparel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服装品牌 也类似于像什么Zara HM那种感觉 是吧 那写的就是这个单词 他这个词还是来自于学家出现这个词 看看 跟外表出现这个词 同根的 appearance appear 身着的着着装 外在的东西 通过appear去记一下 大家把这两个词放到一起 虽然是服装当中有难度的词汇了 第一个 穿起来很累的一定是盛装 叫做attire attire 第二个词 apparel 注意这个读音 有的城市有这个品牌的城市没有啊 北京有这牌子 上海应该也有 叫做American Apparel 叫做服饰服装 是服装的总称 好 下一个词叫做Steve Steve叫做僵硬的 僵硬 我在前两个年给大家讲了一个词 叫闷死 是窒息 还记得他吧 还记得吗 死尸 因为我说过他名字有叫死尸 那动词叫做闷死 这词你可以放到一起 身体僵硬了 这些人也死掉了 Stiffle叫做闷死 是窒息 叫Steve 叫做Steve 这个为什么叫僵硬 这个我还是通过字母这个组合 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它其实还是来自于谁 还是来自于一个st这样的一个字母组合 st这个字母组合 我就给大家说了 它一般强调什么特点 还是强调的是这个不动的特点 大家要注意一下 你看死尸 肯定是动不了了 对不对 还有僵硬的也行 这个还可以形容人的思想上 怎么样 很呆板的 很拘谨的 所以它还是强调一种不动的特点 你看一个人呆板拘谨吗 就是不爱变化吗 这大家能理解吧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说僵硬的手臂 大家现在上课的时候一坐 坐一个小时 是吧 屁股麻了 腿僵了 这个叫做stiff arm stiff leg 就是僵硬的 腿动不了了 这大家能理解吧 爱是 还是强调静止这个概念 还是强调静止这个概念 好 把前面这几次读一读 胡光山色 思误素是上诉 如果我很后悔 如果很后悔 还有叫什么呢 叫做cue你 暗示你 最前头是悬崖 precipice 跟身上很累穿起来 很累人的 叫做盛装服装 apparel 服装 stiff 僵硬死尸 都是他 最后一个单词 咱们前两天 是不是给大家讲过 叫scrutiny和scrutiny 给老师一个反馈 说过没 我说过用银幕 这个叫筛查 银幕 名词叫银幕 动词叫筛查 筛查癌症的筛查 去做什么px法的 是吧 tiny用银幕筛查小东西 抓到tiny去记 叫scrutiny 第一天咱们就讲了 18年的词 11年的词 18年的 就是很多词 其实他都是来回考 你做题 你做透 其实很多考试都存在 专四也存在这个规律 专四专八都有 考研也有这个规律 今天我还跟 北京的一个大学的老师去聊 就是想请他来 我们这边上一些课程 他就讲 他出每年的翻译硕士的题 然后也讲到 就是确实很多学校 不同学校的题都不一样 就是直接就是扒一套 要么就是翻翻以前的就题 就是扒一扒 翻一翻以前的就题 是吧 其实很多都是这样 很多其实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做真题的重要性 特别特别 这里面特别要强调一下 特别要强调一下 好 叫scrutinize 好 那么补充这两个单词 这两次以前没有说过 咱们先来看这个单词 叫做overhaul overhaul表示大修 这个一般旁边写一下 一般强调修谁 overhaul的car 大修汽车 修车 彻底检查 修车 你可以用这个单词 看一下 over作为前缀来讲 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向上的意思 对不对 haul表示的意思叫做 拖拉 就把车给haul起来 这大家能理解吧 你看看我们在生活当中 大家去4S店的时候 修车的时候怎么修 你看是不是一个东西 把这小轿车给缠起来 然后这师傅在底下 看一看 放放油 还撒撒气啥的 所以把车完全吊起来 拖起来 这大家可以通过haul去记 大家通过haul 东北话 听过吗 haul羊毛 haul 其实就是拖 拽这个意思 羊毛给拽下来 拖拽这个意思 把车整起来 给拖上去 拖起来 叫大修 叫overhaul 好 Canvas这个词 这词也稍微难一点 那它是来自谁呢 它是来自Canvas的前半截 大家知不知道一个品牌 就是叫做匡威 大家有听过吗 这个我相信 不管几线城市 都应该有这个牌子吧 但是那个 America Apparel的牌子 可能不一定每个城市都有 但是converse 这个品牌 是不是几线城市 都应该有吧 就是通过匡威去记 converse canvas 它叫什么意思 叫做帆布 叫做帆布这个单词 就是或者油画布 咱们有没有学美术的同学 看一看 考专门的同学 有没有学的是英美油画之类的 有没有这专业 所以要知道就是指的是油布 油画布帆布用这个词 那这个词呢 引申为动作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加了一个s之后 就变成了一个动词 它第一个意思 其实表示的意思 也是指仔细检查 我讲这个词的一个典故 大家明白 就是说这个原指什么呢 就是用帆布去过滤东西 因为咱们家里 大家生活当中 有没有这种经历 就比如说家里活馅的时候 爸爸妈妈会用那个什么 口罩的纱布 或一个T布 会用一个T布干嘛 用一个T布给攥一下 那个水 生活当中有过这种经历吗 要不然你这个 豆腐脑上面 那有个纱布 或者叫T布 有的时候会用一个粗面布 它其实就指是用这个粗布 起的是一个什么作用 其实指的是一个过滤作用 把很细的东西要塞出来 比如细细的沙子 塞中药的时候 把那药渣的塞掉 所以它其实来自于帆布 这个概念 用帆布去筛东西 用帆布去筛东西 是指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引申为什么意思 引申为也叫做仔细检查 引申为叫做仔细检查 这大家能理解吧 这个叫做Canvas 了解一下 第二个还点什么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拉选票 政治当中的游戏拉选票 就是指什么 指这个在帆布上 布上写上候选人的名字 咱们其实在电影当中 或电视上也能看过 你看那个美国 大家一整个反对 什么恐怖分子 反对战争 一般会在什么 什么海报布上 在油画布上 比如画个人 画个叉 画个本拉灯 对吧 脑底上画个灯泡啥的 这个要知道 它其实是来对帆布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 就是用来过滤东西 筛东西 叫做细筛细查 第二个意思 就是把候选人名字 写在帆布上 打这个标语的时候 你不能放在纸上 那滋拉 两边一扯扯坏了 隐身为叫什么 叫做游说 拉选票 政治当中的这种游说 看新闻是能看到的 这个单词 叫Canvas 所以都是来自于 帆布这个词的一个用途 这组词呢 也是稍难一点 给老师过一遍 第一个词 看看能不能想起来 这几个都能想起来吗 Q Q Q 呼光山色 上诉 Q暗示你如果很后悔 来到最前头 想一想他的形容词叫陡峭 Precipitus Precipitus 陡峭的shear都是一样 还有陡峭的意思 很累 加强很累 穿盛装很累 你看穿晚礼服 穿低胸装 抹胸的 就怕 颁奖的事 哭擦家伙 是吧 就很危险 这很累的盛装 还有叫什么 叫apparel 对不对 也叫做服装 Steve僵硬的 动不了了 僵硬呆板 最后一个词 叫做仔细检查 大修 把车薅起来 这是大修 overhauled car 下一个词 这词比较难 continence 来读一下 continence 它表示的意思 叫做表情面容 就是你的face 你的look 你的脸 你的表情 你的look 你的妆容 你的样子 这知道一下 动词也是一个 有态度的词汇 看一下 这样的词汇 要重点看一下 动词就等于谁 等于我们所说的support 就是支持 这就这样的一个意思 它是来自于谁 还是解释一下 它其实还是来自于 这个tn这个词根 tn这个词根 我在早前其实给大家提过一次 在讲固执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固执的时候 说过这个词根 这个词根 它是来自tane的一个原型的变化 tane 原因变化 AI 原型词根是方块里的 大家能想起来 它其实是跟保持有关 很好 咱们求最简单的就是maintain 当时我在哪个词上讲的呢 我当时讲了一个词叫做tenacity tenacious 叫做保持自己观点很多 叫固执 想起来没这词 固执 有印象吗 而前半部分这个coun呢 其实就是来自coun的变形 啊 就是加强去保持一个东西 保持这个观点 所以这个隐身为叫做什么呢 叫做支持 但这个词意思比较离的比较远 说实话 我当年在记的时候 是在加一词汇当中看到它 也是记了很多遍 我现在就直接记 应应失忆就完了 就是support和你的什么呢 look 啊 support啊 你的face你的look就完了啊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他作为动词来讲呢 比如说你说支持你的决定 你就直接用就行了 就continence 啊 your decision 他作为动词是一个极无动词 直接用就可以啊 直接用用就可以了啊 那这大家要注意一下什么呢 注意一下这个啊 动词的词性 他ance 大家可能很多时候 大家都判断为名词 但是啊 他要知道一下 也有动词的这样的一层含义 啊 也有动词的这样一个意思啊 好那关于这个词根呢 我还要再补充一个单词 啊 大家注意一下啊 还要再补充哪个单词呢 叫做tenable 因为这个是表示作者观点的 咱们写文章啊 或看作者观点也能看到 啊 名词就比较好的一点 名词还用举例吗 名词就比如说 很慈祥的和蔼的面容 和蔼的面容表情 你可以叫什么 叫做benevolent continence 对吧 直接用就行了 形容词就是名词就行了 啊 比如说支持啊 这样的一个人的决定啊 支持这样的一个政策 continence的policy 就跟support怎么用 他就怎么用 极物动词 我要没说搭配 那他就是极物 要是要是不极物 我就告诉你了 会接哪个戒词啊 好这个单词看啊 通过词跟执意该怎么译 执意该怎么译 是不是叫做能 保持 住的 是这种感觉吧 看这个词能理解吧 能 保持住的 大家能理解吧 能看懂吧 所以他翻译就指观点 说法叫站得住脚了 这是表示作者观点 泰国的一个重要词汇 也是来自 tang这个词根 叫做能站得住脚的 能站得住脚的 你别动不动 这个人推翻了 能保持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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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continence continence 好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placid placid表示的意思 叫做平静 还记得在哪儿讲过 我写上 见死人 serene 还记得大明湖畔的 serene serenity 有印象吗 告诉根哥什么意思 serene 记得打一 忘记得打二 还记得吗 还ok 叫做静谧 安静 忘了 忘了 是不是有后来的同学 死人 serene 静谧 安静 但是讲过了 不再讲了 这词读一读 placid tranquil like quiet 好下一个单词 contemplate 讲过吗 是不是讲过 咱们前两天说的是 它的什么词性 名词 叫做 contemplation 这没问题吧 讲过就直接过去了 contemplation 然后当时咱们好像说了几个词 当时说的第一个词叫做ruminate 想入迷 在寺庙里 庙里成词 还说的一个想入迷 还有什么叫ponder 之前咱们讲的是这两个词 好 那现在我们再补充两个词 第一个deliver 这个在专事里就非常常见 就很常见了 这个单词它来自谁呢 它来自这个 有没有这个星座的 比如人聊天 what's your sign 你是什么星座的 constellation what's your sign 你啥星座 liber叫什么星座 叫天平座 所以这个词 它其实来自天平 这个单词 你看中间部分 liber 那第一其实取的是一个加强 你看天平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就是衡量东西的 所以它第一个意思就是指 仔细考虑 我们常说你衡量衡量 大家能理解吧 你自己衡量衡量 大家能理解吧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考虑 我们常说你到底听根哥的课 还是马上八点就去看如意传的更新 同学们一仔细衡量 还是看如意传吧 长点心眼 比备点单词重要 是吧 这个要知道 第一其实取的是加强 deliberate 是不及物动词 不及物动词已经给你了 叫天平衡量 是考虑 我考虑考虑 衡量衡量 Powover Powover这个时候 在前两天也给大家讲过 是不是叫毛孔 有印象吗 毛篇是Powen 毛孔是Powover 那Powover它作为动词来讲 表示的意思也叫什么 也叫做仔细考虑 会叫做仔细读 仔细考虑 仔细读 用它做也可以 所以咱们又补充两个词 第一个叫庙里沉思 上次课的再回忆过一遍 第二个呢 用天平衡量 Libra 大家生活当中要自己查一查 你自己的星座好不好 查看自己的星座 别当时老外 这要跟你聊天的时候 问你 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嘎巴嘎巴嘴 来了一个我属猪的 那就完了 人问你什么星座 你待会来一个 我属牛的 那就完了 要知道 问你星座 你回答星座 你别回答属相 下一个叫做什么 叫Powover 叫做毛孔 动词也叫仔细看 仔细考虑 好 看下边 下一次 你看小七 看看小七射手座 Sagittarius 这其实还是要会说 还要天蝎的 是不是 狮子挺好 好 看三十四 三十四这种词呢 都是跟什么有关 跟是跟光有关 大家发现这种词吗 什么特点 在之前可能我们有讲过吗 看 你是光 你是电 你要把它记下来 GL开的词 很多词都是跟光的移动有关 跟光量 光的移动有一些关系 好 把这五个词写完之后 打一下E 动手写 写完之后 打一下E 动手写 也不需要你印记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 通过金子 gold 它是取自gold 一三字母组合 我们还有玻璃 是吧 glass 图示 好 那我说完这几个词的区别就好了 好 咱们来看这个第一个 gleam和gleamer 大家看这个词 它前半点能改成出来 它俩是一样的不 看出来没 看出来没 gleam 这是glimmer 就是收写词尾了 它俩一样都只发微光 词性都是两个词性 既是名字又动词 这里面还抓住m曲级 很闷的 很闷的光 叫做微光 我们在以前其实也学过一个词叫gloomy 还有印象吗 还有印象 gloomy 阴天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gloomy也是 但m的 是发微光 微光 好像有单词叫glow glow这个单词 我在前两天是不是在我们班里讲过 glow是很低沉的光 你这样想 它指什么 指的是发光发热 它除了发光以外 也可以表示发热 我们家里那个霓虹 家里没有霓虹灯 对不起 家里的灯泡 管灯 管灯 你用它就行 叫glow 还有我们那个马路上的霓虹灯 就是它不是很刺眼 很低沉的 你通过第一去记 但这个词还有第二个 发热也用它 发光发热 因为这个白痴灯 你看发光发热的感觉 下一个单词叫glow listen listen通过听去记 能听到 听到的声音 听到的 这就指什么叫做水光和油光 有指湿物体表面发光 现在为什么今天根哥没有开视频 因为 是吧 一打开视频 你会发现脸上反光冒油了 是吧 中午 吃了炖牛肉 是吧 所以这脸上有点冒油 叫做水光和油光 两个词性刚才不说了吗 这都是既是动词又是名词 既是动词又是名词 好 下一个叫做glitter glitter表示的意义叫什么呢 指的是闪闪发光 闪闪发光 指的是珠宝 武器 首饰 这样的一些东西 叫做glitter 叫做glitter 这个大家可以从TT去记 你想一想 晶莹剔透的感觉 晶莹剔透水嫩 看看 叫glitter 最后一个glare 这个好像在前面说过吧 刺眼的光 通过R去记 照到眼睛上 很刺眼 发强光 强光怒视 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些词都区别开 这我当年自己在记的时候 就是自己这么琢磨琢磨 每次看的时候 琢磨一遍 看两遍到三遍 就马上都会区别开 gloomy 想想阴沉 所以叫微光 glimmer gleam 低沉的 这叫做发光发热 你像家里灯泡不刺眼 霓虹灯也不是特别耀眼的那种感觉 是吧 能听到的水光 tttt 叫做晶莹剔透 闪闪发光 珠宝首饰 最后一个词 强光 发强光 这几个发光 大家认知 认知一下 就这个glcattle的词 可能很多词都是跟光的移动有关 好 35 这个sturdy 这没问题了吧 学习要强健 讲了吧 不讲了 咱们已经讲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词 第一个单词叫做stoward 第二个词叫brownie 还有一个词叫做hail hail 把这三个词 我们先来看最后一个词 因为这词有区别 我说一下 都表示强壮 但我说要区别 hail这个单词 它源于谁 它源于health的前半截 跟health同根 它影视到前面 hail health 就是它同根词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绝朔的 指老年人精神绝朔 非常好 健康 健庄 有指老年人 你不能说根哥 hail 这用不上 我还没到这岁数呢 对吧 你说建坤老师 说五峰老师 差不多 但是根哥 用不上这词 叫hail 叫做精神绝朔 叫做精神绝朔的 叫做hail 也知道一下 好 第二个呢 叫做brownie brownie这个单词呢 叫做肌肉发达的这种健庄 一脱上衣 看一看 八块腹肌 胸肌 一碰都直颤 这种感觉 这个叫做brown 这大家了解一下 叫做肌肉 不是棕色 通过棕色去记也行 棕色叫brown 这是brown 棕色肌肉 棕色肌肉 你把这俩串到一起去记 棕色 你看那健美先生 健美小姐 都是这种感觉 健美先生 健美小姐 叫做肌肉 那加个y之后 肌肉发达 肌肉发达的 肌肉发达的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stoward stoward也是 还是跟战力有关 一种很强健的感觉 站那不动 你看那些 练什么金钟罩 铁布山的 你给他几拳 打不动他 stoward 记不住的话 通过战争去记 记通过战争 能够站到战争里 行军打仗的人 stoward 行军打仗的人 这个叫做 健壮 叫做健壮的 好把这几个词读一遍 第一个单词 叫做continence 不要忘了咱们补充了一个词 叫tenable 能保持得住 只观点 站得住脚 立得住 站得住脚的 continence等于谁 等于我们所说的face 第二个 或者我们叫做什么 叫做support 支持或面容 支持面容 placid 等于我们之前说的 seren 宁静 平静 contemplate 讲两个新词 第一个叫什么 叫deliberate 用天平去衡量它 衡量 叫仔细考虑 仔细考虑 第二个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的 叫做毛孔 仔细看 一个孔 一个孔 看的 pull over 也叫做仔细考虑 仔细想 glim 叫发微光 他跟谁一家 把这个glim和glimmer放到一起 glim glimmer 都是发微光 sturdy 强健 肌肉 棕色的肌肉 棕色肌肉 browning 肌肉发达 还有叫做stoward 这是健壮 强健健壮的 然后刚才还讲了老年人的强健 叫hail 叫做hail 好 看前面 这几个词都能想起来不 放眼望去 能想起来咋个事不 呼光山色 色度色调 走到头 悬崖 到头悬崖 加强很累的 很疲惫的 穿着的是什么 盛装 盛装 下一个词 呆板僵硬 呆板僵硬 不动的 stiff 筛查小东西 咱们补充了一个新词叫canvas 两个s是动词 一个s 一个s什么 是帆布 两个s 是帆布起的作用 一个是仔细查 细查 筛东西 把那最细的东西都能筛出来 用布去筛 而不是用筛子 而也不用照理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叫游说拉选票 也是他 好 继续玩来看下边 下一组词来 第一个叫做chamber chamber叫房间 最简单的词 最简单的词其实就是room 这次他能理解吧 最简单的其实就是他 旁边写上就行了 建议大家也是通过一个联想去记了 就通过chamber 你可以这样想一想 把门给这么大 插上 插门 喝酒 我们当年在宿舍的时候 特别是初中或高中住校的同学 那个时候大家在宿舍里抽烟 男生在宿舍里 喝酒 第一次喝酒的感觉 第一次抽烟 是吧 这个叫做插门 插门喝酒 chamber就是room 就是room 还表示学医的 要知道还表示体内的体腔 司法部门 也用他也行 就知道一下 但大家常见的 在考试当中还是这个意思 是了解的 是有可能会出题的 其他的可能就没什么考点 好 下一个单词叫fresco fresco表示叫壁画 壁画 我们可能去过一些什么古迹 都会有什么宫女 什么皇上在墙上都画了呢 这个单词他来自于fresh 这个词言给出来 他是源于fresh这个单词 是吧 fresh叫新鲜 他其实这个词原指就是指什么 必须要在新鲜的石灰墙上做画 就这墙你落全是灰 那油啊沾不上 那油漆画画那沾不上 你画一笔 他画不全 所以一定指刚漆好的石灰墙 还有点湿呢 这时候才能在上面画画 你看家里在瓜大白 大家有过这种生活经验吧 是不是 你得怎么着你得在那个墙的把那个灰的那个表面那层灰的给他挂掉 要不然你刷油刷不上 他不沾 他不沾 所以他是来自于新鲜这个词 在新鲜的石膏上做画 指的是这个意思啊 叫fresh fresco fresh fresh fresco 叫做壁画 下一个单词来读一下他 叫elation elation表示的意思叫做得意洋洋 得意 那专词当中形容词已经考过了 就是一几年的时候专四就已经考了啊 专八当中又来了 叫elated 这个建议大家通过一个联想记了 late叫迟到 e的你看看啊 离开迟到啊 差一点就迟到啊 没迟到 很得意 elate 你这样想一想啊 差一点就迟到 或者你通过精英去记也行 精英这个词大家有学过吗 这个词叫做嘛 elite 这个单词大家有学过吗 有学过吧 对不对 你通过精英去记也行 啊 都是很得意的 你看那些学霸们 对不对 学霸们 那些北外的学霸们 这都是很得意 elite 对外经贸的学霸们 这知道一下啊 你通过他记也可以啊 下一个单词叫ecstasy ecstatic 他的名词呢叫ecstasy 我写在上面 也表示的叫做狂喜 很高兴的感觉啊 叫做狂喜 这个词啊 名词大写的话 就翻成摇头丸 迷幻药 啊 迷幻药 大家在夜店当中 如果去过的话 也会看到那些到12点以后 是吧 咔咔猛脑咬的 猛猛咬脑脑的 是吧 那些人啊 这个叫做狂喜 是不是吃药吃多了 看是不是 吃了什么不干 还是一不小心踩到那个 吧台下面的店员开关了 猛猛咬脑的的感觉 它实际上还是来自后半节 你看后半节 给大家说过 st强调成不动的特点嘛 但这个ec是来自ex 大家能理解吧 你看 就是远离不动 啊 所以这个叫做很癫狂的状态啊 叫狂喜 ecstasy 原来保持不动 忽然间啊 炸裂开来的一个状态 叫狂喜的 ecstatic 跟老师读一下啊 ecstatic elated elated 这两个词放到一起 啊 读一读啊 elation啊 另外再补充一个词叫做smug 啊 写在旁边 smug形容词叫做得意的 啊 得意的 读一下啊 smug 这为什么叫得意呢 他其实影射的谁呢 也叫得意洋洋啊 或者自满的都行 得意的自满的啊 他这个词来自于谁啊 来自于smile这个词 是来自于笑 啊 我们有句话说 对意的笑 我对意的笑 笑看红尘人不老 是吧 就是来自笑这个行动 把这个smile写它上面啊 得意的笑啊 笑的时候一定会很得意 对吧 得意的时候也一定会笑啊 是吧 好 看下边 第39 这词咱们讲过了吧 都能想起来吗 大家 公牛母牛欺负人 记得吗 公牛母牛欺负人 想起来了吧 哎 coercian 咱们之前说的是这个单词 coercian 不讲了啊 好 snobbery 咱们在前两天也讲过 我是不是来自欧洲那个词啊 欧洲的贵族 贵族皇室啊 来自于noble 叫做 是 势力小人啊 叫做势力小人啊 势力小人 别忘了啊 好 把这个单词跟老师过一遍 第一个 茶门喝酒 在哪 在房间 room 第二个 在新鲜的石灰墙上做画 fresh 啊 生活当然有这种常识啊 大家以后如果啊 自己啊 弃衣从降了 对吧 或者是弃鹰啊 应该说弃鹰从降了 是吧 放弃英语啊 学木降 瓦降了 这要知道 这个墙一定要抛光 把表层的灰给擦掉之后 那油漆才能刷上 所以叫新鲜的石灰上 做画 这个叫做 这个壁画 啊 elated elation 通过elate去记 是得意 谁得意 精英得意 你通过这两个行进词这样记也行 elate 精英很得意 啊 精英得意的啊 公牛母牛欺负人 恐吓欺负人 下一个词叫做 啊 很势力 势力 好 来看第一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呢 不要记汉语 记汉语记不住的 啊 记他应应是意 第一个词 现在这两个词都能想起来吧 第二个单词啊 老词了 叫做tranquil 第三个contemplate 去庙里干嘛 deliver 用天平去衡量 啊 衡量啊 gleam 咱们测试大家一个词 这个词指发什么光 叫gleason 这是发什么光 听到的是水光油光 对不对 水光油光啊 sturdy啊 叫强健强壮 啊 补充一心 我说能够战到战争当中 行军打仗的人啊 强健 stoward 啊 stoward 别忘了啊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来 第一个 oppress 这单词 压迫啊 或叫做是苦恼 抑郁都行 啊 跟depress 同一词哈 这单词来自于谁 来自于press 很直接 就来自于压 op是来自于ob的变形 要么是加强 要么是相反 这既然叫压迫 他肯定取的是谁 肯定取的是加强嘛 比如说啊 你看看啊 你说压迫奴隶 或者是我总是受到 被压迫 我受到死亡恐惧的 这种苦恼 新加异斯那课怎么讲的 罗素那篇文章 是吧 how to grow old 那句话怎么说 他说啊 many young people are oppressed by the fear of death 有背过那个文章吗 英专员应该把那个文章好好做一做啊 how to grow old 应该是第九课吧 还是第十一课 第十一课啊 是吧 如何变老那课 如何安度晚年那篇文章 叫做 I was 或者young people are oppressed by the fear of death 对不对 说年轻人总是受到死亡的恐惧 是老年人怕死正常 年轻人啊 还是说老年人忘了 是吧 还是说年轻人啊 总是受到死亡的 老年人 那这个叫oppress 知道一下啊 说法的 应该是老年人啊 老年人总是受到死亡的困扰 叫oppress 他第二课就表示一种沮丧抑郁都行 他跟depress同一词 啊depress同一词 心思我觉得特别好啊 英语专业的同学都应该去读 在你大四毕业之前 你都应该把那个文章自己读一读啊 买一本书啊 在网上就有对吧 然后你再自学一学啊 我觉得文章特别好啊 好好看一下边下一个单词 来读一下 Evince啊 Evince这个字叫表明 这个比较难记啊 叫做表明或者是表示 等于谁 看下面这俩词有印象吧 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 叫做indicate 还有叫什么叫做denote 这都一样的 对不对 叫做indicate denote啊 最简单的词就是我们所说的show 他也是没有展开不说 他通过谁去记呢 你可以通过使幸福去记 我表明使幸福 这俩这样去记会好记一点 叫Evince convince Evince convince 新概念四 新概念英语没听过吗 我怎么觉得这教材都好几十年了呢 新概念英语 第四册 啊 学一学啊 叫做使相信 使幸福啊 叫做convince 而第二个叫什么呢 叫做evince 表明使相信啊 好 下面第四十三个词啊 叫做gly 欢乐合唱团上学的时候啊 咱们都应该知道 是不是啊 他这个词的形容词 我们也很熟 就是谁啊 就是glide 这次大家以前见过吗 glide就是glide啊 到前半截 就是他的前半截 名词啊 注意一下名词 glide glad 叫做高兴欢乐 我们最好的 最简单的词就是谁呢 最简单词就是happiness 最简单爱happiness 这个单词啊 好 把这下面这几个词写完 写完之后 我讲一下 写完之后打一下e 下面这些所有的词都是名词 而都表示高兴 啊 都是名词啊 看一下 都是名词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里边第一个词啊 第一个词我已经说了 形容词我们是中学词 就是glide的前半截 叫做欢乐 啊 高兴 glee glad 第二个词叫blies blies叫什么 叫做great happiness 能是吧 great happiness 叫极乐 就是无上的这种幸福 太幸福了 你看有的女同学 是吧 昨天啊 刚认识一个男生啊 跟他恋爱 是吧 这种极乐 啊 是吧 慈乐何极 是吧 哎 你看你看 他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保佑这个词 为什么你那么幸福 因为上帝给你的男朋友 对吧 哎 上帝赐给了你男朋友 啊 叫做bless 上帝只要祝福你啊 那你就会很幸福 有神的加持 啊 你就会幸福 啊 心中只有专八 嗯 那不错啊 好 acstasy刚才讲完了吧 他也叫什么啊 叫做狂喜 有印象吗 后面是保持不动 刚好读一下这个词 叫acstasy 读狂喜 不讲了啊 好 下面这个词 euphoria 这个词哪个地方跟快乐高兴有关 哪个地方跟快乐高兴有关 是不是来自EU啊 EU跟什么样 表什么意思 就是U 想到了吧 EU表示U 就是好美好的感觉 啊 啊很美好每次大家来上专八词汇课的时候啊都是啊带着无限的美好每次上课的时候大家都是面带笑容啊 你看能想到自己那种状态啊现在嘴角上扬面带笑容就应该读一下 euforia euforia 啊欢乐 心快欢乐啊这个phor呢实际上是来自于fer的变形就是transfer那个fer 渡轮啊 ferry 所以建国门 it's天安门 it's transfer station天安门换乘站 是作为词根本身表示carry的意思 啊叫做什么叫做啊 携带运搬啊就是带来一种美好带来一种好的感觉啊正正装这个叫做快乐啊快乐啊 好这边下一个词叫myrthmyrth这个词强调的是有一种惊喜的快乐啊 大家一回宿舍啊不是说了发现根哥坐在床上啊拿了一本词汇书啊 另一只手拿了一把皮鞭是吧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myrth 你可以通过他根是跟谁他是跟实际上他是跟那个奇迹那个词是同根的 比如我们去彭莱啊你看到什么海市渗楼啥的是吧 miracle mirage对不对看到一些奇迹的东西啊 这就有一种惊喜的意见在里面惊喜的意思啊 你也可以通过出生去记birth 妈妈生孩子的时候m想上妈妈妈生孩子很快乐啊 我们在这女同学以后都会当妈咪对吧当妈咪的时候你会想哎呀孕孕生命很高兴啊 但生完孩子的生完之后你就想了过了20年你肯定说我当时生你后老鬼了一天见过捣乱一天是吧 是吧叫myrth啊好最后一个词叫做jubilation啊jubilation也是高兴快乐 他也前面影射的谁影射的是joy这个词就是高兴愉快啊joy啊 jubilation啊把这几个词跟老师读一遍啊第一个叫做gly glad gly please bless上帝祝福你极乐 ecstasy狂喜带来了美好 you euphoria张嘴读不读啊一换地方就忘了啊叫做快乐高兴 myrth啊叫做妈妈生孩子myrth myrth birth妈妈生孩子很快乐jubilation啊还是高兴啊叫做高兴啊好看下篇下一个单词叫sadonic啊这以前我听五峰老师的呢 经读读课当中也讲过这个词啊讽刺啊形容词啊讽刺嘲笑叫sadonic他通过谁去记把这几个啊讽刺的词都记到一起都是sar开头我当年在记头也是把它传到一起啊记了两次就记住了刚开始记一个也是不太好记啊叫做sadonic啊还有谁呢叫做sarcasticsarcastic还有叫satirical 做一个是ironic都是讽刺啊讽刺都在这呢啊是吧讽刺啊都在这里啊你看这个s都是sar开头一个是sarcastic一个是sadonic还有叫satirical这边是表示讽刺讽刺性的文章啊讽刺的手法一般文学当中可能会用这个讽刺啊叫做satire读一下satire后缀变了一下之后变成了名词 变成形容词了叫做satiricalironic大家在专词当中就比较常见了吧这个是最熟悉的啊也是最常见的啊叫做ironic sarcastic satirical还有叫sadonic我昨天还讲了一个词叫什么来的写在这能想起来吗叫synical这个词还能想起来吗叫做synicalsynical还能想起来不哎也叫什么叫做synical 全人主义吗讽刺啊也是这意思啊讽刺人性怀疑怀疑讽刺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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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说看下边啊最后一个单词叫做equanimity啊这样得读一下啊equanimity表示的意义叫做平静啊或者我们叫做啊镇定cumb down啊读一下叫做cumb down这个为什么叫平静平静的平在哪体现出来了我就用红字标出来大家能看到吗是不是前半部分来自eco啊哎来自eco 是跟平有关啊平等嘛而中间部分这个词呢anim这个词根我在以前给大家也提到过它跟什么有关它是不是跟喘气有关呼吸喘气想起来了吗咱们当时讲的是大家一口同声是吧一气喘一口气叫达成一致unanimous啊别忘了啊哎挺好还是能想起来的所以啊equanimityity是名词后缀这个词现在就解释完了为什么叫平静现在自己能给自己解释出来就三部分嘛叫做呼吸 呼吸很平均啊没有说啊这么的啊不会这种感觉那是倒吸气那是gulp啊那是gulp啊就是很平均很平静一看全不会啊是吧想明年再来啊是吧内心很平静叫呼吸平均叫做平静镇定啊equanimity啊而下面这个单词叫什么呢叫做啊composure 啊这其实是一个熟词批译了就是什么就是compose这个词compose当年大家学的做曲啊做曲创作这个意思大家知道吧 它第二条含义就表示什么呢就表示啊平静也是啊心放到肚子里还是跟放有关啊放下我们学会最终想一想学会的就是放下啊努力了但是仍然没有过啊奋斗了啊但我们还是跟你前男友啊当年那么思过但是最后还是要学会放下 啊叫做放下啊叫做composure啊composure啊好下一个单词叫imperturbability这个单词来自于谁他来自于perturb 看还记不记得这个单词啊等于谁啊perturb是等于disturb perturb disturb 表的意思叫什么叫做扰乱哎扰乱打扰混乱吗那这里边呢就是不能ability不叫做能吗对不对 不能被打扰所以也是叫什么呢叫做啊平静也与这个意思啊镇定啊镇定的感觉啊把这三个词放到一起那跟老师读一下第一个equanimity希望大家一次就把它记下来啊虽然词比较难啊但你看这都是专专把考过的原词啊叫做呼吸很平均这是平静第二个学会的放下一起都放下了pose这个词跟本身是跟放有关表示put把所有事都放下了内心很平静很坦然 最后一个叫做不能被打扰啊打扰不了他也是内心平静啊好把这几个词跟老师过一下啊第一个oppress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压迫沮丧跟depress同意思oppress第二以vince脑子理想是这个不要不要应记要么记应应失忆要么记应就show表明显示表明显示啊你要从记法上你可以跟convince放到一起记convince叫做啊是相信吗 那你肯定要表明证据表明出来啊 ú MEAN叫做高兴高兴当中我们当堂记住两个第一个词妈妈生孩子很高兴第二个上帝保佑你你就极乐快乐这两个要是当堂记住的啊MIRPUS能不能记下来啊sardonicsarket脑子里想谁想sarcasticsarcastic啊 讽刺 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做satirical satirical 也讽刺的 最后一个词 呼吸平均 我们刚刚看看刚才这一些词 这五个都能想起来吗 分别旁边咱们配一个词 能不能都把它想起来 看一看它 如果都能就证明还不错 都能想起来 上素垂直的陡峭的悬崖吗 悬崖陡峭 服装衣服出现时穿的 服装很累了 一个是闷死 一个是死尸 或叫做僵硬 身体都僵硬了 人肯定死了 僵硬呆板 然后帆布是叫做细筛 筛查仔细检查 还是仔细检查 好第二个词 这篇的词旁边写这些词 都能不能想起来 第一个叫做什么 看阴影是一直support 支持面容表情 第二个 placid叫什么叫做平静 对不对 很平静的 我再次讲 它不是来自于地点 它是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满足 那个词 contemplate pore 每一个毛孔都仔细看 pull over 仔细看 仔细考虑 仔细看 仔细考虑 pull over contemplate gleam 再问一个发光的词 看这个词能不能想起来 glitter tt 晶莹剔透的闪闪发光 闪闪发光 sturdy 叫做强健强壮 表示的意思 叫做强健强壮 哪个 有棕色的肌肉 叫肌肉发达 老年人绝朔 hail 精神绝朔 精神绝朔 好 下边 下一次词 第一个 叫做chamber room 房间 壁画 得意洋洋 得意啊 另外还有个得意叫什么 叫smug 脑子里想谁 看到smug脑子里想谁 忘记了吗 smug脑子里想谁 想smile 这个词 他能记下来 笑是得意的 公牛恐吓威胁 势力 恶欲奉承 好 接下来看下边 下一组词 第一个 叫做benevolence 来张嘴读一下 benevolence 表示的意思叫做仁慈 善意 叫做仁慈 善意 这个男子 这个仁慈的特点 从哪体现出来的 是不是他来自谁 是不是来自benny 这个这个这个词根 是跟什么有关 他是表示good 是跟好友一些关系 而中间部分vol呢 是来自谁的一个影射呢 他是来自will的变形 我这样写代 能看上谁跟谁 发生变化不 o和i 刚才是反复强了 已经强到了六节课了 七节课了 原因是可以互换的 v跟w一样 这三个字母可以互换 uvw 可以互换的 所以就是好意嘛 就这意思嘛 刚才我说很仁慈的 慈善的表情 你看那老佛爷 看绒模嘛 年轻的时候也很很好 是吧 叫benevolent countenance 用它就行 好意 就是慈善仁慈 慈善仁慈 那他的反应词呢 叫malevolent 这样再读一下 malevolent 这就是恶意的 mail这个词根 标注一下 他表示的意思是evil 就男人都坏 女人才爱 benny表示的意思是好 mail表示的意思叫做坏 一个好 一个坏 这俩是就是反应词根 一个是好 是benebenefit 而male是坏的 所以这个叫恶意 恶毒的 是他的反应词 第二个单词 malicious要比第一个还要常见 malicious也叫做恶意恶毒 我们常说 罪毒不过 那个人心 是吧 罪毒不过人心 这个叫做malicious 还是恶意 他的名词是malice 你看就取自词根嘛 ice是名词后缀 就是来自于坏这个词 这人太坏了 malicious 好 看下边最后一个单词 两个坏 一个是慈善好心 这两个是恶意恶毒 恶意恶毒的 benign 这个单词 大家也是不要看走眼 不是开始 开始那叫begin 这叫benign 那个g没有发音 不要读成benign 千万别这么读 叫做benign 好 那这个单词通过谁 通过开始去记也行 开始的东西都是良性的 最开始的 一般都是从良性开始 最后变成恶性 begin beign 这样记也行 但它实际上还是来自于这个好 这个词根 就是第二个意变成i了 叫做begin begin beign 放到一起 好 来把这几个词 跟老师过一遍 第一个词 benevolence malevolent 它的形容词也这样编benevolent 叫仁慈的 是吧 好 看第二第二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光顾赞助 叫做光顾赞助 那名词这里边 patchen表示的意思叫做老主顾 它是来自于老主顾 就是常客 我们常说叫regular customer 这能理解吗 同学们 它的英文解释 大家能听懂吧 regular customer 是指这个意思 就是常规的老客人 那老客人发出的动作 不就这动作吗 赞助光顾吗 比如我去这家店 现在香港 就在 我经常去那个 什么酒精牛腩 吃这家店 已经吃了十几二十年了 是吧 是这种感觉 老去这家店 我是这家的常客 老主顾 是指这个意思 那他是来自于哪个词根呢 patro这个词根 在前天讲的 还记不记得 前天讲的词 这个词根表示的意思 叫做父亲 同学们能想起来吗 能想起来吗 咱们当时说的叫做paternal 父系的 来听课的同学 没问题 是跟父亲有关 paternal paternal 那欧文实际上就是一个名词后缀 他这个词 你要这样执意 就译成一个小的名词后缀 叫小爹 为啥小爹 其实就是你的医师父母 我们所说 你们在座的各位同学 就是考神团队老师们的医师父母 就是我们的小爹 小妈们 这就是我们的老客人 叫做patern 首先记住 为什么叫做老主 就是小父亲 医师父母 就是老客 老客 那客人发出的动作 叫做光顾赞助 paternage 他动词加ize就完了 paternize 就是光顾赞助的动词形式 好 了解一下 继续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intwine intwine叫做盘绕 或者叫做什么 叫做绕 缠绕都行 twine呢 本身就叫做缠绕 他是来自于to这个词 就是两个 你看那个男生和女生 在校园当中 是吧 在长椅上 说she twined around his neck 或者her arms twined around his neck 说他的两个胳膊 缠着他的什么呢 他缠着他的脖子 在那里亲吻他 这个叫做twine around 一定是两个东西 你自己跟自己没法缠 一定是两个东西 才能缠到一起 一人加上之后意思没变 en加上之后意思没变 所以还是表示缠绕 把to写在他的旁边 帮你去注意 哪个表示小 on这个后缀 表示小 是一个名词后缀 表示小 表示的意思是指小的后缀 好 下面下一个单词 来读一下 叫做deference deference表示的意思叫做 服从顺从 看下这个词 来自于这叫动词 叫defer 这个我以前好像给大家讲过吧 说defer to 低伏 看一看 低着身子扶着他 这就是对一个人顺从 defer 想起来了吗 说过吧 第一个意思叫做服从顺从 第二个意思表示叫delay 事情往下放一放 讲过了 挺好 讲过那就行 没有去 各种回忆一下 那他的形容词叫做deferential deference deferential叫顺从的 或叫做服从顺从 defer 就不再讲了 好 看下面最后一个词 ballad表示民谣 这认知即可 现在可能也有 对吧 但是最火的时候 应该是那个年代 20年前 30年前 把这几个词 跟老师过一遍 第一个单词 叫做 好意 对吧 好意慈善 benevolence benevolent 形容词注意一下 benevolent 另外还有个形式叫什么 叫benign 也叫做仁慈的 或者叫良性的 仁慈良性的 下一个词patchnage 先进去他前半截 patchn本身叫小父亲 父亲是你的什么呢 叫做老客人 客人发出动作 叫做光顾赞助 patchn patchnize 光顾赞助 庇护都行 下一个单词 叫做intwine 两个东西叫什么 缠绕 缠绕 下面继续叫做deference 来自谁 来自defer 动词 事情往下放一放 推迟 或者叫做顺从服从 ballot 民谣 民谣 好看前面 这组词还记不记得 oppress depress evince show glee 看一看 咱们名字还讲谁 chubilation chubilation 看能不能想起来 它来自于谁 sardonic sarcastic equanimity composure compose 都能想起来吗 这十个词 每篇大概都是十个 至少是十个 每篇一般是 都能想起来 沮丧 压迫 表明 convince叫什么 叫做 是相信 表明出来 是相信 下一个单词叫做高兴 讽刺 撒撒撒撒 你是不是撒 是吧 嘲笑讽刺 叫sardonic 下一个单词叫equanimity 叫做 平等 呼吸很平均 叫平静镇定 都放下了 平静镇定 平静镇定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下边 下一组词 第一个词叫epic 读一读 epic叫做史诗 这个知道也还是行了 也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展开 你现在就史诗里面有个什么 看 用画卷展示出来 后面把它讲谁 picture 有画卷描绘出来的 有一幅一幅画卷 不管在你的脑海里 还是形成了画卷 通过画面 你看那个叫什么来的 那个叫清明上河图 那个感觉 是吧 这样想一想 通过图片去呈现出来 史诗 河马史诗 你想一想 讲这个故事 人物 一幅一幅这样的一个画面感 在脑海当中 下一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 elegi elegi叫做网歌 或者是道词 在最近这两天 也是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像我们单天方老师 对不对 还有那个朱旭老师 都都离开了我们 这些叫 这真是得意双心 老艺术家们 是吧 这叫做什么呢 叫做 叫做 elegi 英美美学上学过这个词 晚歌 道词 这里面这个 这个单词还是来 还是来去说这个词 就是log 说出来 歌颂他们的 把他们的丰功伟业唱出来 说出来的 我在前两天 其实还讲了一个词叫做什么来的 叫做elegi 这词还有印象吗 elegi 大家还记得他不 老子要说吧 说好话 叫赞扬赞颂 那他其实第二个意思 也表什么呢 叫做道词 作为进一词 他除了表示赞颂颂词以外 elegi也是表示道词 因为你这人死的时候 你不能批他 一般都是表扬他 所以这个elegi也是认识一下 下一个单词 读下这个单词 叫做什么呢 叫做derge derge derge这个单词 也表示的意思叫什么 叫做这个 晚歌 哀悼的歌曲 一首晚歌 说it was to be a funeral dirge 对吧 浙江是一首 什么呀 葬礼的晚歌 对吧 一首晚歌 用它 名词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使用 一首歌曲 一首晚歌 就是a dirge 直接用就行 直接用就可以了 好 下边 下一个单词叫做lament lament这个单词呢 也叫做什么呢 叫做哀悼 lament 哀悼悲痛 它两个词性 名词也行 动词也行 它如果作为名词来讲 表示的意思叫做悲痛哀悼 或者也叫做晚歌也行 大家通过谁去记忆呢 女同学知不知道一个品牌 叫做什么呢 叫做lament 是吧 叫什么来的 是海兰之谜吧 那化妆品听过没 有听过这个品牌吧 对不对 海兰之谜 你通过他的记忆 lament 买不起海兰之谜 一首晚歌送给自己 就是一碗雪花糕 就多钱 两千多块钱 像建坤老师 王菲老师 欧阳老师 都会用这种 没有用过 你们没用过就对了 你们要是 刚二十刚出头 就用这个 那就不对了 那就不对了 现在用不着 你们太年轻了 那你十年之后再用 像建坤老师 王菲老师 他们会用的比较多 欧阳老师用的也比较多 像我一般很少用 海兰之谜 通过lament 去记一记 叫做什么呢 叫做悲痛哀悼 悲痛哀悼 前面这个单词 网歌 ology 还是网歌 epic 形成图片 图片呈现出来的 这叫史诗 史诗 好 看下边 下一个 建坤也用雪花糕 建坤老师何止用雪花糕 建坤老师还是蛮会保养的 没看建坤老师都 是吧 看起来像二十多岁 似的吗 是不是 根哥用神仙水吗 神仙水是什么 是什么鬼 根哥不用神仙水 根哥只用 是吧 农夫山泉水 第一个啊 叫做第二个词 叫做pragmatics 叫渔用学 知道一下 当年这个考专八的时候 还就考那人文知识里面出现这个词了 给大家拿着说一说 看现在你们学习 教老师也讲 你有没有讲过 他的解释 已经给大家说出来了 a study of relationship of characters or groups of characters to their relationship and use interpretation and use 知道一下就行了 他为什么来自用这个词 他前面还是来自用这个词 叫practice 跟实用有关 语言 语用 下一个单词叫做articulation 继续来看 叫表达 清晰的表达 to express clearly express clearly 这个词我建议大家通过文章去记 就是article 你可以通过文章记一下 就是写文章要清晰 写文章清晰的表达 文章不要写的太晦涩 太晦涩最后 大家都读不懂 然后还得猜你什么意思 叫做写文章要清楚的表达 叫articulate articulation articulate articulation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topographic 这咱们在前两天讲了吧 topography 说地形地势 地形学 地形学得 又考了一遍 好 把这几个词 要老实过一遍 第一个 呈现出的画面是史诗 picture 第二个 allergy durge 还有什么呢 叫做lament 买不起海岚之谜 悲痛哀悼 durge 叫做网歌 epic 史诗 pragmatics 语言应用的 叫做什么呢 语用学 下一个写文章要清楚 articulate articulation topographic 叫做地形学的 地形学得 好 我们把这几个词回忆一下 然后咱们休息啊 看看能想起来多少 第一个词能想起来吧 茶门喝酒 在房间 新鲜的石灰墙上 作画 叫壁画 elation smug 微微一笑 精英都是得意的 elite 精英得意 公牛母牛 威胁恐吓 snobbery 叫 厄誉奉承 很势力 很势力啊 这边比较难的是最后两个词 sadonic 讽刺 和呼吸很平均 叫composure composure 叫做镇定 叫做镇定的意思啊 沮丧 压迫 表明显示 高兴 还能不能想起来啊 这边第一个啊 benevolence 好意 恶意恶毒呢 就前前面这个词根换了一下 叫malevolence benevolence malevolent 恶意恶毒 就是好意好心 小爹 父亲这个词根 谁现在一种叫做 常客 常客发出的一个行为动作 叫做什么 叫做 光顾暂住 光顾暂住 两个胳膊缠绕在一起 缠绕盘绕 下一个词叫做顺从 服从 Obey 顺从服从 Bella 民谣 民谣 好 我们先上厕所 还是休息两三分钟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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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咱们 是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咱们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圈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昨天 咱们 Gate是大门 Desegrade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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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e 咱们 这边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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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没有 咱们 Perplex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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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們 咱们 咱们